第十集 由故宫 上 看,这就是故宫! 哇,真漂亮! 故宫又叫紫禁城吧? 对! 为什么要叫紫禁城呢? 这里以前是皇帝住的, 一般人都不能进来。 哦,现在我也是皇帝了! 小皇帝,看看你的宫殿吧! 这里真大,有这么多屋子。 王叔叔,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间屋子吗? 据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。 为什么不是一万间? 因为古代的人认为, 只有天上的神才能有一万间屋子。 皇帝不能和神一样, 所以他要少住半间。 真有趣! 这么多屋子,皇帝住在哪里呢? 后面的宫殿是皇帝的卧室, 前面这些大殿是他办公的地方。 哇,好大的办公室! 看,这些栏杆上都有龙! 对呀! 以前人们都认为皇帝就是龙, 所以故宫里到处都能看到龙的图案, 中国人很喜欢龙。 十二生肖里也有龙, 不过我不属龙。 我和Jason也不属龙, 不过我爸爸属龙。 对对,我属龙! 哈哈,我是皇帝了! 刚刚Jason是皇帝, 现在Mac又是皇帝了, 我们家的皇帝还真多呀! 生字词 Vocabulary 古代 说文解字 Chinese characters 城 城是一个行生字, 左边的土是它的意思, 右边的城是它的读音。 修建 妙语如珠 Words and phrases 画龙点睛 古代有个神奇的画家, 一次他在墙上画了一条龙, 但是没有画眼睛。 华夏文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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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故宫 故宫 故宫又叫紫禁城, 在中国的北京, 面积大约七十二万平方米, 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。 华藏 华夏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